5月12日,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表紧急声明 近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进一步升级 以境内多底遭大量火箭弹袭击,造成日元伤亡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在4月25日提醒基础上 再次紧急提醒再以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相关新闻报道和局势发展 加强安全防范,确保安全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联系 据俄媒报道,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乔纳森·康瑞卡斯 在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领土发射了1000多枚火箭弹 其中有860枚火箭弹穿越边界到达以色列领土 还有200多枚火箭弹在巴勒斯坦飞地爆炸 而其中到达以色列领土的火箭弹 部分被以军的铁穹反导系统所拦截 此外,由于受到火箭弹袭击 数百万以色列人被迫逃进防空洞 对此,以色列军方迅速发起反击 派出战机并发射火箭弹轰炸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城市被战火点燃,居民哀号逃窜 轰炸声和防空警报响彻也空 截至目前,此次巴以冲突 已经造成了双方共31人死亡 巴勒斯坦28人 其中包括10名幼童,以色列三人,军委妇女 5月10日,巴勒斯坦民众 与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 爆发严重冲突 这件事是此次巴以冲突的导火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